今天开始一连三天要为您推出记忆的迷雾系列报道 要带您看到的是台湾的失智人口已经多达35万人 发生率是将近8% 绝大多数都是年长者 但是失智症初期的症状其实不太明显 很多时候大家都以为是健忘 但实际上是记忆力正在悄悄流失当中 高雄就有一位80多岁的老妇人 他患有轻度失智症 结果把别人家的花拿回自己家 说要来照顾就被告上警局 医师表示如果是真的失智的话 对于偷窃已经没有观念了 现在为了避免长辈走入司法体系 只要出现失智的征兆 建议家属最好就要及早介入治疗 八十六岁的午夜阿嬷记忆如流沙 他行动退化 床就在客厅里 一百减切多少 减多少 减切四十三岁 我真想 竟然会为了那个他找不到的水壶 然后他去拿别人的妈妈的那个脑部 好像退化得蛮快的 你都要这 你一次吃一粒子 记忆陷入迷雾中时常断片 疫情前阿嬷还能自己搭公车去环保站 但就在一次等公车 顺手拿走一盆花 因为有时候他来的时候花已经不见了 或是要浇水的时候 怎么扫了一盆子 那天就是看到花的黏黏 他就感觉说这样没水 他就把它带回来照顾 照顾漂亮的时候再带回去 花被偷了 主人报警掉监视器 他就报警察来给他领 对啊 警察说我是查到来的 那你怎么说 你把警察怎么说 他说我不需要 我是做好心的 那花没水啊 年年啊 我说我找到来割得好 他就给他拿了 有可能是记忆力退化 或是说他的这个冲动控制不好 或是说就算他那样东西 他可能自己也不需要 或是说他没有办法去判断 那东西就是我好像觉得我需要 我就把它拿走了 这阿嬷我实在十几年啊 我还有可能还报警察给他领 可是太慢了啊 你公诉罪就是一定 那个警察说他们要执行啊 因为他说他已经受理我们这个案件 八旬阿嬷误处窃盗罪 得面对毫不熟悉的司法流程 我说我不是做坏了 我要搞定 如果是真的实质的话 他对这个偷这个字啊 已经没有了 实质证它其实就是一个 那个所谓的其他精神障碍 那当然也是一个薪资缺陷 这部分呢就是通常实物上会透过鉴定 法庭上阿嬷不承认偷窃 检察官因为考量年纪大又没有前科 最后检方给予还起诉 做劳动服务要做60个小时 才可以把那个案子销案 我弟弟就从此就不让他去人武环保站 他的意思就是说他现在的头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来去自如 有诊断证明是说他可能有失智症 但是你有这个症状你行为当下有没有丧失辨识能力 这个是法官自由新增的范围 法官你要法官用精神障碍去直接做一个免刑的判决 在台湾其实不容易 所以你要展现的是说确实它是因为疾病 那确实我们也有积极要治疗疾病 那我们也尽力避免以后不要再发生相关的症状 根据卫福部2024年全国65岁以上长者失智症 占7.99% 100位长辈就有8位可能罹患失智症 同时以警证署统计到2023年 老年嫌疑犯逐年增加 其中以窃盗案最多 公共危险罪其次驾驶过失案为第三名 普遍很多家属是这样 大家会觉得失智症 这个是退化 记忆力退化 这是正常现象不用处理 任何精神疾病都是越早介入越早治疗 其实对于长期的愈后 或是对于患者的功能都是更好的 包括我们家人要学习 我们的社区要学习 这个教育很重要 有天你我可能都要照顾失智长辈 甚至也可能成为失智者 预防卫教从源头做起才是关键 大爱新闻李嘉欣 王昭中 萧红树 高雄报道